嗨,大家好,我们继续讲房地产 今天是边开车边讲房地产 我今天是从高桂林 然后开车前往白石 在四年之前,白石的一个朋友买了套房子 一直在帮他做出租 今天是因为租客要求换洗碗机 我去看一看情况 因为洗碗机不工作了 大概率是要换了 因为房子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电器,有些电器 常用的电器十几年就随时有可能坏 特别是让洗碗机这种极限性的东西 所以去帮他看一下 今天约的是晚上的八点钟 现在的时间是四点半 目前我去先看一套房 然后再去租客的家里 去看一下洗碗机的情况 然后再决定是换还是修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高桂林和南苏里白石地区的房价的比较情况 高桂林近几年来 始终比南苏里和白石要贵一些 因为毕竟高桂林通路天车 南苏里白石呢 目前是没有天车的计划 那么未来的天车啥时候上还不知道 还有五期高桂林已经比较交通上要方便一些 而且呢 高桂林特别是高桂林的Center 高桂林Center那边人气比较足 比如Broker Mountain那个社区呢 离高桂林Center很近 房子比较新 West Plateau呢 这个社区呢 在九十年代建成立了社区之后 房子呢比较大 大房子比较多一些 房子呢 就有大部分房子都有景 因为居高临下嘛 在山坡上建的嘛 人们普遍喜欢在山的南坡 盖房子 这样的话呢 在大门地区的往往能看到河景 或者海景 另外这个是朝阳 阳气比较足 还有一个呢 就是背靠有背使用靠山嘛 这样风水上好像比较好一些 华人的习惯 所以高桂林的Broker Mountain呢 和West Plateau呢 这两个地区啊 都是华人比较密集的地区 也是这几年来 华人购房之夜的首选地区之一 高桂林呢 房价比Bronome和Richmond要低一些 当然比温哥华就更低了 目前来说 在Broker Mountain 两百万上下是能买到 像样的独立房的 而且都是两天之后的 四新建筑 也不用更换什么东西 Y斯巴拉豆这个地区呢 因为上个世纪90年再建的 好多房子呢 已经40年30年新了 所以陆续该修啊该换呢 有的已经换过了 有的还没有 所以那个地区呢 有些人把买了一个旧房子 没有装修的 拿过来自己装修装修 再卖出去 因为房价的基数比较高嘛 这种呢往往有钱赚 对一个会议手工的 也就是说这种能够巧匠 就handyman 装修个房子呢 很多工作都可以自己做得了 所以很多人呢 就一年折腾两套房子 三套房子 就把自己的工资啊 挣出来了 这么一二十万是有可能的 我就有几个朋友长期合作 他们建了房子呢 他们拿的这种没有装修过的房子 拿过来之后呢 装修装修卖出去 我给他帮他卖出去 这样的话呢 一年赠个十万二十万 那是有可能的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 南苏里的境内 三十二街 一北三十二街以南 三十二街以南 基本上就进入了 南苏里白石的主政区了 南苏里白石地区呢 是属于 一个比较大的社区 南苏里属于苏里的一个 最南部的一个社区 有海岸线 白石呢 把一共两万人口 把最好的海岸线给占了 因为它有白石占桥 和海边不道 南苏里白石整个算一个 从地产局来说算一个大的地区 一共有九个小的社区 那就是河平门小学 河平门小学 河平门小学对应的那是EMS中学 现在说起中学来了 EMS中学那是南苏里的这个 EMS中学那是南苏里的这个 商业学校 也就习惯上称的是 French Immersion这个学校 排名呢 不太稳定 比如说100以内 比如说100以外 Samiama中学是南苏里最好的功率中学 其次是Aergen Park中学 也是不错的一个中学 排名呢 大部分年份都会在50名上下 很少年份出过出去一半名的 Samiama中学那就是50名以内的 是时候比较多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南苏里的第四个新建的中学呢 就是Grandville High 这个中学呢 花了一亿多 当年就花了一亿多加币建起来的 笑容笑貌比较好 孩子们呢 就比较兴高采烈的 因为学校的设施都是都是新的 所以又大又齐全 这个学校未来啊 因为师资力量比较强 未来排名不会太低 目前因为它是新学校 还没有参加排名 其次呢 南苏里还有一个著名的 著名的私立学校 叫Sassridge 这个私校呢 在南苏里 甚至整个大温地区 甚至乃至整个BC省吧 都是科科有名的 排名呢 经常是第一第二名 所以有小学部到中学部 这些校呢 很多家长呢 就想放把孩子塞进去 但是他要考试吗 所以 有钱未必进得去 就这个情况 我们说的河平门公园呢 就在南苏里的地界上 是和美国接壤的 河平门是美国的 这些地方 好了 下一步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 南苏里的房子的情况 刚才介绍完了学校 南苏里的一些房子呢 目前来说 两百万左右 能买到 相对来说 不是太大的 中医的学房子 如果说是 这个学区房的话 大概 旧一点的 像三密安玛周边 都是比较旧的 房子多一些 7000尺的标准地 然后 大概呢 情况就是 150万 也能找得到 低于150万 就很少见得到了 基本上到150万 到200万之间 会买到 相对卡尔加里莱 蒙特利尔来说的 大分地区本身的房价就不便宜 因为它是加拿大最好的一个 最好气候最好的一个城市 又有漫长的海岸线 所以 也 bc省的房价贵是有贵的道理 冬天呢 也不能冷 冬天机会上 冷的时候也不会超过零下 零下十度左右 天数比较少 大部分都在零度上下 偶尔下几场雪 也就是很快就化的那种 今天就到这 谢谢 好了 我们继续讲房子啊 我们现在也已经是十点半了 我刚从客户家出来 因为客户要卖房吗 刚开了个会议 刚刚谈到先结束了之后 把你回家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十点五十 我们边走边开边谈啊 白天的时间确实紧张 单纯坐下来录制视频呢 有时候时间花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现在呢 就基本上在路上 因为特斯拉嘛 所以自动驾驶 所以相对安全 安全一些 这就是我也是当时买特斯拉的 这么一个考量 所以在路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验房师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装修师傅的问题 我们讲这两个呢 简单评述一下啊 因为最近发生的问题比较多 陆续的呢 进入到了验房 事务房的阶段 所以近期呢 密集的验房 密集的事务房 所以发现的验房 需要的多了 我们终于到17 的验房师验房 就会发现 谁好谁坏 谁好 也不说谁坏 就是谁不好 水平有高低嘛 这也是人质常情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现象 你可以理解 有些验房师呢 处于这个 个人的收入的可量啊 一天结好的活 我见过验房师 一天结四个活 其实呢 这种呢 怎么说呢 因为带 因为出去赶时间的目的吧 就很难 非常的到位 客观的说 很难非常的到位 因为我本身学过建筑电工 所以对建筑这一块呢 我是比较了解的 有些东西呢 我是很清楚的 只不过是呢 如果我在场的话 验房师也在场的话 我不好说别的 因为我怕别怕那个 弄的验房师脸上不好看 但是有些问题呢 确实 验房师有的没的 在胡说 个别的验房师 不是不能以偏概全 还有的验房师呢 为了赶时间 给客人呢 偷空减料的去验房 费用不减 费用 一些的验房费用都比较高的 但是呢 服务 我觉得个别的验房师 还是有在提高的 甚至包括一些老的验房师 都有 有这种现象 我不能说 一偏概全 但是有个别的 确实有这种现象 因为验房师这个行业呢 它是属于一个良心买卖 给客人认真把关 有的客人呢 一辈子的鸡血 买了这么一套房 就指着验房师 在这认真负责的给把关 有的就说 没有的不知道的 就不要去 那个 不要去瞎说 因为 比方说 现在 比方说 前几天 不能验房师 这么一步 不说明道姓 说明道姓 对人家不尊重 但是我就是论事 为了赶时间 为了赶紧时间 还是什么 那个 房子周围有水房 用于叫化缘的 发现那个水房 发现那个水龙头 开开之后呢 没有水 这是一种现象 但是这个 室内肯定有房是关着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室内的房在哪个位置上 这是验房师的责任 你应该告诉卖家的 否则他验房验个什么呢 所以这个 这个验房师呢 就不应该只告诉卖家 只告诉买家这个现象 这个发不漏水 我没找到室内的房在哪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你应该找到室内的房在哪 如果没有找到 就想方问前屋主 或者前屋主的经济 或者是告诉现有的经济 买家经济就买家经济去询问 这都是要 不管找谁 都是要把问题称清楚才可以的 而不是说 这个龙头没水就结束了 就把问题甩给买家去考量 去处理 这个要验房师来干什么呢 验房师的责任呢 不是说到了房子里边 这里拍拍照 哪里拍拍照 发现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么也许是什么什么问题 也许是什么什么问题 用一两个也许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并不知道 比如说屋顶 在你猜年龄 可能没有准确的 没法准确的说 它是15年还是16年 大概就是可以 maybe15年 这也是可以的 可是所有大部分地方都有 maybe 那就太不负责任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验房师就不专业了 每个人都可以做验房师 都可以做验房师 都可以做验房师 买家自己都可以验验房 那为什么要请八个七 六几百块钱请验房师呢 所以验房师应该对得起这个收入的这个钱才可以 因为你两三个小时 挣个六几百块钱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收入了 那么你要认真的请客人把关 才是正确的一个从业职业操守 否则的话呢 那么时间久了 大家都会知道谁好谁坏 谁好谁不好 这情况不是砸了也砸了自己的买卖吗 所以验房师尽量的把房子的知识点都吃透 所以有时候呢 我在那现场呢 看到验房师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专业 当然买家就更不专业了 买家本身就不是这个专业的 所以验房师互动买家是好互动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良心买卖 我觉得自己内心里应该受到谴责才对 因为还是那句话 好多人呢 中生的积蓄 如果你发大他的问题 导致买家失去了这个机会 也是缺德的 应该说就是缺德的 如果说有问题 有重大问题没有发现 导致买家承受重大责任 这也是也是非常的 也是很损的一个问题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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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所以提高自己的职业操守 我觉得很多都是为了独一师赚钱 赚好快钱 不认真负责这种现象应该尽量的杜绝 有些验房师还是很不错的 我见过的有些验房师还是值得长期合作 长期信任的 有些呢 个别的呢 用着用着 以后客人也有反应 我们就拉到黑兵单里去了 这种呢 对自己也是一个不负责任 因为你不要从屏幕搅学系里 不要认为买家都是啥 都不都彻底不懂房子 所以这种情况就把自己给弄进去了 所以还是要反正去客人负责的角度 认真的去验每一套房子 那么你多花一点时间 多花个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一天少验一套房也可以 但是验一套就认真负责一套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客户最近跟我反映了一些 那个装油师傅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呢 出于客户呢 对有的信任 叫我介绍一些验房师 介绍一些验房师 验房师介绍一些装油师傅 我们呢 一般呢 就要介绍两三个 然后就要客人自己选择 因为这也是出于 所以这也是处于怕赢 怕那个有年代责任 说不清楚的 所以客人自己选择 另外呢 就是装油师傅这个好 最近客人 有一个客人反映的是 事情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装油师傅呢 自己懒了 自己把活懒过来 说因为客人 特意指明这个要这个装油师傅自己干 结果呢 合同一千了 定性一交了 这个师傅呢 就请了一个小光过去做 而且小光过去做之后呢 师傅从头到尾都没有出面 小光呢 干了两天 然后去干别的去 然后过来再过来 这个工期也拉的也没保证 虽然河头上有 但是呢 工期呢 仍然是拖延了很久 导致这个 这个买家啊 心里很不痛 很不痛快 非常的难受 应该说 也很郁闷 因为钱已经给了 顶级大头已经给了 所以 这个电话师傅呢 就变了一个态度 就跟承诺的不一样 这种现象呢 也在大温地区啊 比较多见 甚至是 前几年 有个师傅 说是被那个 我刚才网上到 到处是找证据 被人家被那个 验房 被那个装修师傅 骗了那个定金 好像当时说是 骗了几千块定金 然后再找不到人了 在大温地区啊 装修师傅这个行业 因为收入是不低的 但是云笼混杂 我曾经用过 我曾经也自己用过 装修师傅这个装修师傅 也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认识我 所以很多装修师傅呢 都给面子 还好一点 我觉得用的不错的 我有时候推荐给客人 就发现问题 有些我自己 即使我自己用的 有些有些师傅 也是非常不专业 广告里面说的很好 多了多少年的经验 实际上 从那个各个行业转转过来 到了 赞朗大 开始做装修师傅 觉得就 还勉强了 因为这种东西啊 实际上也没啥 只要认真的去考量了 去学习啊 一年半载的就出图的也很多 就怕有时候一年半载 仍然是干了一个工作 仍然是没有进展 仍然是没有上进 就是知识水平 知识水平仍然那么低 嗯 这个东西就 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因为你 你本身总国内 再高 再高的身段 到这之后 也要脚踏实地 因为 加拿大就是平本 是十万的一个地方 你有多少能力 挣多少钱 那么你一时糊弄糊弄 然后口碑不好了 大家一传 大温地区的圈子就这么大 那也都很快就知道了 你是几千几两了 所以就是尽量的提高 自己的业务水平吧 你什么行业转过来都没关系 学计算机的学会计的 等等的各行业转过来 就要做装修师傅的 都可以 而且装修师傅这个行业 可以给自己来到旧房 装修装修练练手 先练完手 再给大家服务 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口碑就收起来了 否则的话 口碑越重越差 那是抓一段司机台 那一个载一个 那个客户就越来越少 最后做来做去把自己做死了 还有的呢 就是说再说这个收了定金不干活的这个现象 大家呢要谨慎一些 就是最好的货比三家 看人品看貌相 那那个外头马脑的人呢就算了 就不要跟他联系了 因为这种事啊 有时候我们那个 因为心不正 影子一定斜 就是个人的贸相不好 就不要跟他玩了 就不要跟他接触了 我要是见到那种外头邪脑的人的话 我立马就静而远直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定金这块一般情况下可以跟装油师傅去谈 还叫多少定金 叫三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啊 都可以一般就给个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我干完了之后验收满意了 再给 否则的话呢 就被套上有时候有些验住有些个别的哈 装修师傅 很不规范的吗 原来这个东西本身 装修这个行业好多是 有些是没有执照的 有些是有执照的 你要是公寓做装修 把地板那什么的工户业 被问你要这个业 装修师傅的执照 就是contractor 他的执照 他需要有的 普通民用建筑 没有乌鸦管理的这种 你自己找什么人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 通常情况下 其实这个师傅有执照 但是他未必来 来 未必干多少活 他就带着一帮小工去做 所以有些时候的 干的活 你未必能满意 虽然师傅很好 但是下面的人未必能够进行经理 因为都是临时工 他很少有请长期工的 所以 所以就没有经验 你不能说明这个师傅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师傅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 因为毕竟是你的手下吧 你要 就要培训 特别是一些豪宅 一定不要请一些水平机的这个临时工去跟人家糊弄 因为带着东西 有着东西啊 材料比较贵 一旦反了工的之后呢 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不是那么回事了 所以这个行业呢 还是要自我规范吧 因为这种东西本身也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英文 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东西 而且家庭装修呢 室内装修呢 东西也没有 他不会要求每一个工人都有执照的 所以 这个事情要自己谨慎 最好呢 货币三家 有的甚至货币五家 每家都要报价 要个工期 然后谁来 有谁来干这个活 这个东西都要写清楚 有些活是 师傅 在干一个 比如说有些 有些工作啊 那个刷漆啊什么的 我估计 不一定是师傅亲自 从头到尾都刷 他肯定要亲个帮手 这也是肯定可以的 所有的是 全部从头到尾都让师傅来做 那把师傅类似 他也这么多了钱 所以 你允许人家请小工 但是 有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装修工作 比方说这个 铺瓷砖 铺这个特别是高档 厚华住宅的地面瓷砖 要求非常高 不能留任何的 一旦 因为一旦不好了 再反攻 那损失就很大了 所以的话 这一步没得到 不太愿意推荐 就是因为 看到他有时候 大部分时间不错 但是一旦有些 一败的话呢 就容易 给自己啊 带来麻烦 你这种东西 本身也是属于 良心百万去推荐 这个有时候 万一被推荐的这个人 不是那么 当然人也有马氏前提的时候嘛 就会迎来给对问题 特别还有一些客户 认为你推荐的压放师 推荐的装修 有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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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咱们华人考虑问题 往往是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也不愿意推荐 除非极好的朋友 或者极其信任的客户 才这样做 那个今天话题到这儿 我们改天再聊 谢谢啊